尊敬的诸位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 向各位讲述我悲伤的故事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我常常和父亲一同外出狩猎 一天 一辆黑色的车开来 从我父母身边永远地带走了我 自那以后 我便被迫远离亲人 而多年之后我再见到他们时 我已经从小女孩长成了大人 途中的小女孩不停地张望着 目光穿过河流和辽阔的红土地 那是我 我至今仍在试着找回 和家人被迫分离 无法相见的那段岁月 那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的 甚至于我脑海中 心房中 和灵魂中的痛楚 这幅画 亦在让大家了解到 被偷走的一代 也愿它能引起 在那一时代 被迫离开亲人之人的共鸣 愿我所承受的痛楚 保佑这片土地 宁静 祥和 温迪海顿